什么是默契看沙头就知道了 沙头组合简直就是 木墙批的天菜 沙头之间的默契 是完全可以拉去跳水的程度 在混双的赛场上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光看着默契十足的螃蟹步 就足以秒杀其他的混双组合 沙头之间神奇的默契 让两人打就像是一个人在打 只要是有沙头的比赛 每一场都是视觉盛宴 就连张本志和 也是在沙头不在情况下 才敢肖小混双冠军 觉得最有希望拿心态还是混双吧 这次王主星 所以他们没报名吧 足以可见沙头配有多可怕 两人即使是在在单打的赛场上 也同样默契十足 主打他有他的影子 他有他的影子 怪不得沙头被称为天选混双 蓝牙在哪都能连上 毫不怀疑两人共用一个脑电锅 WTT澳门冠军赛上 两人就连单打也打出了同步 倒地暴冲更是直接硬控粉丝 咱就是说这个躲球歪头的动力 也是他们照着一个姿势链的 要默契有默契 要观赏性有观赏性 毫不怀疑两人是为了帅死对方 然后取代对方失衣的位置 沙头之间的默契 不仅仅止在赛场上 甚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两人的动作也毫不意外地同步 甚至是莎莎的一个眼神 大头就瞄懂 他懂他现在很懂了 这句话的含金量 还在不断地上升 两人不仅默契同步 甚至连长相也到了 让薯条派莎莎分不清楚的程度 光看一个背影 谁能分得清 到底是大头还是莎莎 刚开始两个人还是两模两样 现如今大头算是彻底逐渐杀化 大头的葡萄干眼 愣是被莎莎养成了葡萄眼 果然两个人一起待着 真的越长越像